歡迎回到企業排球聯賽 比賽現場台電出戰 米子弄目前雙方進行到第三局 台電隊是16比10 6分領先米子弄 林顯成的後排攻擊被米子弄直接籃網得分 這球因為前排兩個都沒有幫他掩護 所以三個站在中等 所以後排很難突破 不可能 而且又是從中間 2號1 3號 直接揭發過頭 又回去給台電隊來做第一波的攻擊 秀到4號位找張劍邦 台電還有機會 明顯成巴古這球修得很漂亮 要看黃劍鋒打得如何 結果出界可惜了 剛好我發現我們現在的選手 這一屆的企業聯賽 這一屆的企業聯賽 防守進步很多 一次 再給黃劍鋒一次 還有 還有 有 嚇死人 還有 他怕 謝天龍怕進到前區來 用高手舉球有沒有 遲疑了一下 對 這也讓林顯成在打後排的時候 直接攻擊出界了 對,因為自由球員不能到前區裡面 用高手傳球給任何一個人扣球 是 台電隊本來在這場比賽前半段 曾經一度有著7分的領先優勢 現在被民眾慢慢的追回來了 目前民眾是3比17 4分的落後而已了 我們現在是 都成功了 都成功了 好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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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球員 王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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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王前兵給換上來 也讓王前兵下場了 每個人的舉球風格會不同 沒錯 真的是要換 王前兵這個球轉直線耶 這就要穿它這麼落才有辦法 沒錯 這個直線轉得相當好 這個直線轉得相當好 又是找蔡安逸 對 早點幫 靠著彎上面的快攻掩護 來從 跑了一個第二時間的攻擊 對 你看看 換一個球員風格就不一樣了 對,來看一下由內往外 來做一個一位式的攻擊 斜線中獲得獸 好 十四比十八 台電這球只向四號位走了 黃進鋒 結果這球是出界了 拉近了 再拉近一分 阿邦繼續突發 結果這球出界了 今天發球 狀況不太穩定喔 每一局都出現一次失誤 結果黃進鋒也還了一顆 剛才第二輪的發球花得很好 第一輪了 這已經是在第三局喔 是 是 第二次的發球失誤囉 嗯 也讓米子弄再度要回球權十六比十九 三分落後台電 音聲明的發球 那裡瑞賓跟鄧正偉搭配一個快攻 台電隊分數已經來到二十分了 這球 彈回之後 讓蔡翰逸在四號位置進攻 抓到他球 要把距離啊 分數拉鋸在兩分啊 嗯 不要永遠落後三分 往前兵的發球 王明俊來打後排 簡尾輪撲下去 碰到球的 可是沒辦法把球給碰高 我們這時候也有喊出的暫停 來看一下王明俊剛這斜線的中扣 這後排也打得非常好 現在直線已經有戴家瑞籃王守在那裡了 他就轉了一個鞋子 轉了滿鞋的 幾乎高度兩個差不多 沒有 所以球員的路線就是要 變化多端 然後有時候我覺得球員上來之後 那個臨機應變得要有 一般第一個接球上來 大概打的都是系統戰 藍網防守以後 大概打的一些記憶戰比較好 好 周仲豪寫了一個一塊 這個球要籃碗 已經到緊要關頭了 只剩下一個人 江天佑的單人籃碗 沒辦法籃下來 周仲豪撇了一下手腕之後 魏明之弄拿到第18分 18比21 哇林建成 這球打的角度好犀利 打斜三迷耶 這個左手的人 這個位置是 吃飯的地方 不過這球還是突破網了 台電在這一局 已經合計有四次的發球失誤了 光在這一局 等於明之弄現在19分裡面 有4分 是對方發球失誤拿到了 很難得見到林建成的揭發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是比較少見 這個位置聲明 這一個攻擊 快攻居然自己自爆出界了 這個球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他實在講 他這個球沒有想要打 因為每個選手的球 都要有那個企圖心 打下去我就要打了 不要想說會不會跳往一眼 不可以這樣想 江天佑這個跳發直接 爬著網子過來 Lucky Ball 幫他直接S球得分 江天佑在這局已經兩次 直接S球得手了 這也讓台電隊在第三局 來到局末點24比19 結果這球就出界了 但這倒是天佑今天 個人第一次發球輸 合理啦 現在領先嘛 趁勝追擊也培養自己的信心 王明俊這一球 有抓到一個Touch Out 最後台電在這一局是以25比20拿下 目前在大局出入上連追了兩局回來 這就是以2比1領先米自弄休息一下 再回到比賽現場